十月怀胎 养育子女 教养挫折 到子女忏悔改过 短短的剧情道出父母一声 对子女无怨无悔的爱 有一句话就是这样 就算我们活到99岁 他们还是很担心 还是会担心我们 但是我们是小孩子一样 最重要就是我们不要让他担心 觉得如果我们有时间 有那个能力 就是要及时去报那个孝道 我是最小嘛 就也是来到外地来读书 就没有什么人可以在家乡那边 照顾他们这样子 可能就多一点回家去看他们 陪他们聊天这样子 常打电话回家这样子 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的 单亲妈妈黄女士 曾经为了照顾母亲 每天往返新加坡打工 对于演绎感触特别多 新加坡做工厂嘛 做电视厂 然后就回来 然后就跟妈妈吃餐饭 我有时候早上没工作 或者是放了工 我都会到妈妈家去 喝一碗汤也好 或者是通电话 有没有吃啊 叛逆的孩子伤透了父母的心 台上演艺志工们的精湛演技 引起观众共鸣 他入监狱的那个时候吧 到了他的结尾 我觉得非常感动 才点两个累 抱父母恩呢 其实就是自己 不要让父母操心 自己注意自己的健康 然后不管你是结婚之前还是结婚之后 都要行笑 都要孝顺 后半半的都让我很感动 尤其是抱了那个缓解 我哭到不行 我非常感谢他们了 带我来这个世界 然后给了我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 新山慈亲 呈现的父母恩仲男抱经 圆满落幕 留下的不只是满满的感动 还有每个人对孝道的例行与实践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报道 7月吉祥的祈福会 当然也在